台南一间连锁的美法沙龙店传出员工遭到顾客骚扰的事件 画面上可以看到当时美法沙龙店的女员工正在帮男顾客洗头 没想到洗到一半 男顾客却突然双手紧握女员工的手 疑似有骚扰的意味 这画面曝光 业者PO文直呼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造成了被害人心理阴影已经报警处理 检警也已经介入调查